公社 公社 公社要看什麼 公共設施 因為通常社區的一樓都會有公共設施 尤其現在這個年代 沒有公社幾乎都賣不動 那有些地方還非得要什麼 32項公社 48項公社 好像比數量的 比好的 可是公社都是花錢的 所以你要看什麼 看需求 買需求 你有這個需求在買 沒有需求不要買 比如說你不游泳 你這個汗鴨子你討厭碰水 然後你社區的游泳池 你買這個要幹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你是花錢給別人游泳 你這樣有比較甘願嗎 如果你真的要游泳 比如說社區游泳池只有15米 小小的那就是小孩子玩水 你想在社區裡練游泳運動 不可能 就是給小孩子玩水 15米是給小孩子玩水的 你要游泳的話你也會去那種比較完整的游泳池 大的游泳池對不對 所以你有需求占滿 所以說現在最誇張的社區 是社區有游泳 這個是20年前就有的水準 現在還假裝自己是厲害 我就覺得蠻low的 社區有游泳 那你每天坐游泳嗎 你喜歡游泳嗎 沒有嗎 那只是花錢買而已啊 如果你不坐游泳你都怕暈 然後你花錢買給別人做 看你有沒有這個度量 KTV歌本要看什麼 要看 如果這個是一個成型的社區 中古的社區 翻一翻KTV的歌本 再看就是說它的管理 這是看管理的 如果你怎麼翻 都是10年前的那個舊歌 那這個表示這個社區是省錢的 10年前舊歌嘛 都沒有update嘛 那社區一定省錢 因為可能剛蓋好 然後KTV就這個版本 然後都沒有在灌新歌 沒有灌新歌 因為社區要省錢啊 因為每次灌新歌都要花錢 因為版權費不便宜喔 你不要以為那個可以偷偷灌 版權費不便宜喔 所以你看歌本 就可以知道這個管理 這個社區願不願意花錢 如果你想買頂樓 就是那種房子的頂樓 社區的頂樓 那你必須要看這個社區 願不願意花錢 如果它連灌歌都不願意的話 那它有可能 連頂樓維修漏水都不願意 有可能 所以看KTV歌本 就大概知道說 管理會願不願意花錢 因為你看房子嘛 你怎麼知道這個管理會 所以有沒有在經營 願不願意花錢 社區願不願意花這個錢 因為很多社區啊 假日的燈是亮的 平常一到五是全按 不准開燈的 因為開燈很貴 水晶燈一開很貴 所以這時候 只能從那種蛛絲馬跡去找 說這個社區的管理好 或不好 開燈 因為像 比如說像桃園 不是有中越一條街嗎 平常是不開燈的 真的按得要命 但是呢 桃園有幾個中越是有在開燈 是因為他們住戶比較多 住戶要回家 所以他會開燈 否則那種 其實你去看社區啊 平常啊 晚上去看房子的 如果他的那個社區 大廳是按摩摩的 走路可能會踢到腳之類的 那代表那可能這個社區 投資客很多 沒有人在住 懂我意思嗎 所以開燈很重要 是我們講公設燈 不是那個 住戶的燈 好 最後一個是使用率 公共設施的使用率多不多 比如說那個沙發都有在摩 代表真的 住戶有在唱歌 有在用 什麼游泳池 吸氣 可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跡 代表它不是樣品物耶 真的有人在用耶 因為有一些房子啊 是這樣 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它並不准你使用 因為它為了賣房子方便 所以當你買下去之後發現 哇 游泳池不能用 社區說還沒開放 結果呢 十年過去的游泳池 又還沒開放 那你花錢養這個地區是幹什麼 沒有意義啊 很多社區是有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你不要以為每個社區都很聰明喔 因為這是一個合議制 很多社區的住屋是好來好去 所以最後的合議你都會覺得有點荒謬